广东开赛18连胜来源,CBA联赛官方常规赛第38轮节 术后,CBA联赛进入了春节窗口期,我们通过8个关键词,一起来 回顾下CBA联赛第二阶段令人难忘的时刻,联胜广东东莞 银行从赛季开始到常规赛第18轮,创造了本赛季最长的开赛联胜季 路,18连胜,目前,广东东莞银行以35胜3负的战绩排在球队 排行榜第一位,辽宁本刚从常规赛第12轮-36轮,创造了本赛季最长的常规赛25连胜 目前辽宁本刚以33胜5负的战绩排在球队排行榜第二位,北京首刚从常规赛第7轮-19轮,创造了 一波13连胜,目前北京首刚以27胜11负的战绩排在球队排行榜 第五位,在球队排行榜上,广东东莞银行与辽宁本刚仅有两个胜 场的差距,在双方均已提前锁定季后赛的情况下,相信两支球队在接 下来的比赛里,会上演激烈的防守之争,5000分在第一 阶段兰多夫得分突破5000大关之后,又有不少球员得到自己CBA连 在生涯的5000分,常规赛第17轮,九台农商银行外援穷斯 得分突破5000分,常规赛第31轮,青岛国信双星外援吉布森德 分突破5000分,随后,辽宁本刚的三名球员李小旭,韩德军,郭 艾伦也都在之后的比赛中突破了5000分,三加十常规赛 第32轮,九台农商银行与辽宁本刚上演了一场三加十大战,最终九 台农商银行以三分之差不敌辽宁本刚,本场比赛,哈德森,郭艾伦,崔锦明 三名球员的上场时间在50分钟以上,韩德军,郭艾伦 巴斯,哈德森,琼斯,崔锦明,蓝配和江韦泽八名球员的得分在20分以上,万分先胜历史三分王哈德森 本赛季不断创造新的里程碑,常规赛第31轮,哈德森在对阵青岛国信双星的比赛里,坎 下了34分,CBA联赛生涯得分突破了1万分,成为历史上第4位 万分先生,常规赛第37轮,哈德森在对阵深圳马可波罗的 比赛中,全场投中了6个三分球,三分球命中总数达到了1608个 超越珠方宇荣登历史三分榜榜首,本土大魔王王哲林 数据爆发,福建近江文旅的战绩也水涨船高,福建近江文旅目前已二 两胜16副排在球队排行榜第7位,暂居季后赛球队行列,60 分场规赛第33轮,时代中国广州的外援福格在面对福建近江文旅的比赛中,全场比赛得到60分5篮板6助攻分是福格本赛 既得分新高,也是第二阶段的球员单场最高得分,福格本赛季场 均可以得到34.2分8.2篮板7.8助攻,截至目前,福格已经 拿到了7场的三双,49分常规赛第36轮,无前在面对兵 海云商精控的比赛中,全场比赛30投17中,3分球17投10中 罚球5投5中,疯狂砍下49分10篮板5助攻的数据,带队取胜 本场比赛,无前刷新了个人CBA联赛生涯单场得分新高,单 场49分也创下本赛季CBA联赛本土球员得分新高,282天 常规赛第37轮,在辽宁本刚对阵深圳马可波罗的比赛中,赵季 尾时隔282天后迎来复出,本场比赛,赵季伟登场6分钟,得到2 自助攻一次抢断,赵季伟付出后,辽宁本刚也组成了他们的最强 阵容,再次向总冠军发起有力的冲击